香蕉有非常多的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完了 现在就差蛋白质 蛋白质肉汤应该是有的 肉汤跟蘑菇汤 脂肪 两个香蕉就先不吃了 我们可以煮一个香蕉汤 喝一口香蕉汤 喝一个香蕉汤喝一口 要擦很多小木粿 先把这个原木给它分解了 下雨了地上什么东西得动 地上没东西得动 下雨了 只是下雨而已了 大吉小怪的 小型火堆搞定 过来生个火 火雕像 拿一个纤维 上面还有很多熏制的 一些蛇肉什么的 一些东西可以嚼两口 增加蛋白质 但是我们需要脂肪 脂肪 然后我们拿上锅子 加上这个 拿一碗椰碗 锅子加椰碗 再用这个球 搓水器 倒个30点水分 这边倒10点水分 煮一个鹦鹉肉汤 再煮一个蘑菇汤 OK 这两个香蕉吃了吧 不吃也会坏掉 吃白不吃嘛 汉水泡河物 蘑菇汤 能量 食物蛋白质 水分 蛋白质能量 OK 差不多搞定 然后我们看看我们的补鱼线 食人鱼 这个鱼也到手了 搞点鱼 如果再吃个椰子 我们就可以上路了 这边有烟草 未知草药 拿上这么多椰子 把这些椰子全吃掉 先加这个碳水化合物 好 再去把这个鱼肉给它熏制一下 搞成熏肉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肉保存 保存时间给它拉长 这边直接采集吧 水已经不用喝了 好 搞定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夜晚啊 一路丢一丢 然后收集鱼水 那最起码不吃水 再把这个鱼呢 给它采集掉 鱼采集掉之后呢 然后再把两块鱼肉 放到这个竹架上面熏制一下 好 最后一个椰碗 我们来煮一个肉汤 30点水分放到锅子里面 然后再煮一个青蛙肉汤 等一下啊 再往这罐子里面放点水 放个30点水分 我们就要出发了 看一下时间啊 时间已经下午了 这个锅子先放在这里啊 下午了这个我不想走啊 下午了就不能走啊 下午走的话可能会出事啊 哎呀我想想啊 下午走怎么办啊 这还有零食 二十二碳水化合物跟十五点脂肪 不能走啊 睡到天亮再过来吧 反正状态已经恢复差不多了啊 先保存一下 免得这个生病了啊 我们每次睡时间只睡一半啊 这样就不会生病好像 睡一半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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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睡到天亮 就不会这个被蚊虫叮咬 我妈还是被蚊虫叮咬了 起了个大包 没办法还是得睡到天亮 没办法还是得睡到天亮 我吃完鱼肉 鱼肉 鱼肉吃一个 买到肉吃一个 满状态 对吧 对吧